HELLO 各位UMAGASIN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敬軒 很久不見 他們的前身是一間中標珠寶公司 為何我們這次將它帶回來的時候 會以婚紗晚裝的形式呈現呢? 之前因為是他們創立這個品牌 所以他們有他們的業務 他們有他們的規模 但的確在這個時候 我們再可以重新去接入一個商業的時候 你要進入珠寶行業是很難的 反而我希望這個新品牌的回歸 應該是從他們家裡的故事出發 所以我們就將媽媽Rosey 大女Sophie 和妹妹Suzanna 和其他家庭成員 整個家裡的故事融入在我們的每一個collection當中 我就喜歡這件皇室婚紗 中文名稱叫做卯丹 由於它是屬於我們高頂系列 我們整個高頂系列都是以媽媽Rosey去命名的 由於Rosey本身就是玫瑰花 我們所有在Rosey系列的裙子都會以花去命名的 它有牡丹的那種白色的純潔的感覺 看到它身上的這些牡丹的花紋 其實六七位的工廠都要用一個多個星期的時間 去人手釘上去的 這些豬啊 這些水晶啊 所以它是一條全人手製作的皇室婚紗 我還記得乾姐炮嫂Paisley出嫁的時候 我送了一條白色的晚裝給她 那時候的經濟能力有限 那如果現在 姐姐再加一次 不是 不好意思 姐姐再結婚周年紀念 再跟阿炮哥走一次 我就會送一件這樣的婚紗給她 她一定會穿得很漂亮很漂亮 說說真話 我是覺得婚禮一定要鋪張的 有一輩或一輩 大排現席 我覺得很熱鬧 不一定要很豪華 在這間很漂亮的酒店 當然很豪華式的婚禮就封劍尤人 但是我覺得熱鬧是重要的 因為有些親戚 你可能真的紅白而似 才見她一次 有些遠房親戚 熱鬧鬧是好的 我本身是Christian的關係 可以在教堂行禮其實都是很神聖的 當婚姻是一個Promise的時候 它應該是一個神聖的地方 去由神去見證 我是一個很注重儀式的人 無論男生穿的西裝 或者女生穿的婚紗 其實都很重要 譬如說 我們今次做Rosie的高訂的系列 有一個暗秀的技術 就是我們會幫 如果在這裡訂做婚紗的新娘節 其實我們會幫她 將一個她 或者她家人給她的訊息 是會釘在她的內襯裡面 甚至我們之前都有做過 就是幫一個客人 她的媽媽不在 她把媽媽留下的一側頭髮 就瘦在她的婚紗的心臟 背部的那個圍 就陪著她出嫁 所以每一條裙 她不單止是一件婚紗 或者是就這樣一件晚裝 而是她是一個祝福 她是一個祝福 這個也是我們希望這個品牌 可以帶到給大家的一種感受 所以如果你說在我自己理想當中的婚禮 我覺得除了那個地點之外 身上穿的西裝 或者婚紗 她都應該是特別的 我媽媽經常都交代我 那兒子 不做中不做寶 不做梅印三代好 你不要做這些雞仔梅印 就算我身邊有些朋友 拍片 要我幫她們唱一首歌 求婚 我都是不斷意 我就有點害怕的 但是在餐廳我又覺得是一個緣分 因為的確通過那間餐廳 那裡真是人生百態 見到很多很感人的場面 很感人的故事 當然也有些很傷心的故事 也有些很有趣 就是我經常都要回去幫人求婚 如果我那一刻在餐廳 我都會幫她們唱歌 在台上神助攻 但是我真的試過有三四次 是見到那個女生黑了臉 可能那個女生自己都還沒準備好 我在台上 我們一路大家都好像很感動 那男生又已經跪在那裡打開盒子 然後那個女生的額頭寫著 你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是很尷尬的 有時候 當然很多時候 最尾無論是真也好 還是勉為其難也好 那件事最尾都會完 都會大一隻眼 但我就好 這些場面都是可面側面 無論做一間婚紗店也好 做一間餐廳也好 以為自己在做一個小的商業 但可能你為別人提供的那個地方 或者那件事 對於別人來說 是一個一生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開了短短的時間 見到很多新人開開心心黎絲衫 試試下的吵架 都有 賣單那一刻 吵架都有 但是最後隔了幾天 又很sweet sweet 好像沒事發生的 回來繼續試 繼續買 很有趣 做同婚嫁類的行業 有很多我寫歌的靈感 所以我這幾年 是多享受自己去做一下 一些副業的時間 因為會令到自己思考的時間 會更多 以往都是可能按自己設計師本人去出發 但是這次是一種全盛的感覺 所以就決定以三個女主人 Rosie Suzanna 和Sophie為題 去做一些典題作品 因為他們三個女生 都代表著不同的性格 Rosie就會比較雍容畫鬼 Sophie的設計就會比較活潑 而Suzanna的設計就會比較有型 和大家介紹這件 都是Rosie系列的其中一件作品 你會見到它和其他作品不同 就是比較集中於工藝的展現上面 你會見到很多不同的水晶的釘弓 有四五層nace 插出來的一個很特別的圖案 增添它的立體感 而Rosie的系列 就會比較接近傳統高級釘製的工藝 這件其實是一件Suzanna的典題作品 你會見到它的線條會比較硬朗 我們用了一個西裝的Cutting 傳統的西裝袖口 配一個V字的領線 同時你也會見到 我們會用很多不同的鴨閘河耳邊 去做一個漸層的點綴 你會見到河耳邊和河耳邊之間 有重疊的位置 亦增添了一個女性的味道 有一種乾油並重的感覺 這套我們代表著Sophie的作品 你會見它整個線條都比較可愛 你會見到一個蝴蝶結的領口 加一個鬱甘香袖的透視效果 看上去有一點公主的風格 但因為它不是A裙的關係 而是一個收身貼身的裙 看上去也顯露到一個身形 看上去可能前面那麼密實 但其實我們後面也有驚喜 有一個小老輩的細節 很適合一些覺得自己線條不夠收長的女士 因為零形的腰部線條 是有拉長腰部線條的效果的 我建議各位新娘 不要太局限自己 需要選擇什麼款 例如我大腿肥 我穿不到魚尾 或者我矮 我不穿蛋糕裙 那會更矮 但其實不是這樣 整件事我們以比例比較重要 最重要是看看腰身 因為整件晚裝最重要是看腰身 那個位置估得正不正確 第二就是我們看看內衣的選擇 一些配色的內衣 或者有些已經連工人內衣 在裡面分三晚裝 都挺適合香港的女生 第三就是 剛才說過 蛋糕裙不適合太矮的女士 但其實如果你配上拖眉 而後面有點露背的話 整個線條就會拉長 同樣應用在魚尾裙上 我們看看魚尾散開的位置 在哪裡呢 亦都可以調整到 但比比較豐滿的一些崩門 都可以做得到一些修飾